大家都有听过医食同源 医药同源或食药同源等等的一些关键字 其实在这些的一些古老的智慧里头 就告诉大家说 食物跟疗养或者是健康之间的关联性 是非常的紧密 那么我想食谱在这边跟大家呈现的是 在维持健康跟防治疾病的作用 也就是说食物的这个补充呢 我们应该是在预防的一个观念 而不是疾病治疗的一个地方 那有人就说 我知道啦 反正是食物嘛 我要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会怎样啦 我麻油机我开心就好 我可以让自己觉得 哦好舒服哦 这样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哎呦 营养师你怎么放这么可怕又恶心的照片 那么事实上呢 这是一个原本就有肝癫的一个病患哦 那他因为不清楚自己的一个免疫功能 不清楚自己的一个皮肤状况 所以当寒流来的时候 他就大量的吃这些补病 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各位看到的 他的一个肝癫症发作 这是他经过治疗之后 恢复了一个原本健康的一个样子哦 所以补充这件事 食物的一个补充食谱这件事 事实上是不能够吃的哦 那还有一个大家一定是最担心的 尤其是婆婆妈妈们哦 东令食谱都陷阱当心身材大走样 各位知道平均一碗麻油机或者是胶母鸭 你们都不要算里面的料 光汤就好了 你们知道那一碗的热量有多高吗 大家有没有猜猜看 一百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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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八百 一千 不算料哦 只有一个汤 就饭碗就好了 事实上呢 我们在不含料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样一碗大概是两百卡 哎呦 两百卡而已啊 你也好啊 营养事 这样就 有事实上一碗饭的热量 差不多是两百卡 那么一个汤你喝下去 并没有饱足感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碗接一碗 光汤了也很可能 就会到五六百卡 所以呢 身材也就跟着走样哦 那营养事你讲那么多 你这样把我们下的饭死 你要告诉我要怎么吃啊 好 接下来就告诉大家 那食谱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 哦 香喷喷 营养事你真的好过分 就这样拿了这种漂亮的一个照片来了 那么事实上呢 在营养学的观念里头 食谱它有它存在的一个好处跟价值 但是呢 以营养的一个观点出发 我们还是注重在 这八个字 均衡饮食重点补充 很多人听到说均衡饮食 齐 你又齐 均衡饮食跟那个食谱有什么关系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 你只有知道你自己缺多少的东西 或者是当你身体有一些不足的时候 来做一个补充的作用 才能到达真正食谱的一个目的哦 好啦 那你也要自己告诉我吧 什么叫均衡饮食 我知道啦 我吃肉 吃菜 吃鱼 吃水果